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621-1161 食貓山王冰皮月餅,肯定是香港好推動 定購電話621-1161 我大肥尋找,分銷合作夥伴 有興趣打電話來,621-1161 好,各位歡迎大家回到這裏的《君武器言》 我們不知道第幾集了,我正在照片 好像十二,我們一樣 好像我們上個星期講過的節目新調動 所以我們第一節會跟大家更新一下 世界各地的軍事消息 好,我們由第一章開始講起 我們先從地球的北面開始出發 最北面 北極圈 北極紅 我們說俄羅斯 俄羅斯的海軍,有一個海軍節 海軍節是7月30日 它是7月最後一個星期 因為之後太冷了 我想是夏至附近 應該是夏至附近 所以它通常是7月左右 7月底 這次有超過100隻俄國的海軍船艦 基本上它們不是只有一個基地 它們不同基地 它們都會出海軍艦艇慶祝一下 當然它們有一句言語的 就說沒有強大的海軍 就是沒有強大的俄羅斯 所以它們的血統上 好像海軍是它們三軍入面 一個很優良的傳統 是很重要的軍種 在聖比德堡 當然它們集結了 例如大家最出名的基諾夫級 長陽南,我們叫做比德大帝號 比德大帝號這架 以前好像不是叫比德大帝號 有個很蘇聯的名字 如果沉了就很麻煩 這架沉了就像當年的大帝號沉了 這架是多少噸呢 好像一萬多噸 二萬噸 這架是很厲害的 還有它是核動力的 核動力的 核動力的巡弱艦 真的比美國更厲害 美國都是驅逐艦的一萬多噸 這個基本上就是北方艦隊旗艦 很多波波那些是甚麼? 是否雷達 那些是雷達 很多波波那些是雷達 你看到船危都幾高 所以其實很容易偵察到 但是沒有意思 你偵察到沒有用 你不敢打它 其實是核潛艦的引擎 我相信就不是的 我相信不是的 它的指數不低 應該都接近三十 所以這部艦 基本上是海軍的象徵 你不打它 一定是不可能的 當然他們有些 北方之神的艦隊 那些潛艦 潛艦 一樣會出來 相當之受注目 當然普京當然要出來 聊一聊 當然他在裏面也會說 俄羅斯接下來會大力發展海軍 我們上集說了有兩樣東西 他會發展 一個是甚麼? 那個是新巡洋艦 新巡洋艦 其實是航母艦 但他就叫艦載機巡洋艦 然後做了一部神盾級 類似神盾級 驅逐艦 所以基本上他們會出動很多不同的艦隻 在海軍節 那就玩一下 基本上 在其他地方也有 例如在克里米亞也有 黑海艦隊 克里米亞 之前和烏克蘭搞到疆那一部 困了黑海的艦隊 對 困了黑海的艦隊 正的這個名字 他有很多的燈陸艦 氣展船 其實你也有的 這個海參威 這麼遠都有的 海參威講開 以前有一部韓國的軍艦 跟俄羅斯互放 有一隻世宗大王 毫無記錯就是 那隻驅逐艦 其實是跟美國阿里巴克級的艦 去到結殺兵 炮口結殺兵 好過癮的 找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一拍好結殺兵 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老的新聞 我們退下一點 我們就講下一個 下一張 下一張 講解放軍 這個 解放軍這個搞事 很大的背包 是嗎 這個我們叫做龜背 是 很大的背包 龜背 塞著巨浪2 很過癮的 其實大陸說 這個核潛艇是巡邏 就是在南海 或者我們說海南島 我也沒有說南海 就是附近 基本上它是想在南海 建立它自己的識別區 所以它想用核潛艇 例如094 它最新的那隻 就是巡邏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094 應該它的技術問題 例如巨浪2 或者整件事的配備 就不太成熟 所以這麼多年 都只是泊在港口 有時就回到基地維修 所以基本上 你經常都看到它在港口 要麼就是在維修的港口 但是近來它又有些動作 近來你有時就發覺 它好像不見了一兩隻 不見了一兩隻 你去維修基地 又好像沒有 不見 於是就什麼意思 就是它應該正式部署了 在這個海南島 或者簡單來說 它應該開始在南海巡邏 現在就遷入了這個情況 當然很多人都猜 因為大陸現在的潛艇數量 大概66至75隻左右 如果你說潛艇的數目 就應該十幾至二十架 其實多的 其實這個數目是相當多的 如果說潛艇數目 它有機會是多於美國 不過問題就是 美國全部都是潛艇 那你就常規潛艇 所以就差很遠 即那個續航力 尤其是經常說的 續航力會差很遠 所以現在這個094 如果它真的可以 做到那個巡疫 甚至乎可以去遠一點 去到關島 夏威夷 其實都幾直接威脅到美國本身安全 是否偷襲珍珠港 我想大陸應該是偷襲關島 未必是偷襲珍珠港 當然潛艇主要要摸索水底下面的水紋 即是哪裏有塊地套進去 因為那些對潛艇很危險 那些它應該不會的 因為應該都逐招撞過去 應該不會那麼差 我相信 它基本上現在應該是一個永興島 還有它現在南海沒有很多島礁 它附近就應該走熟它 然後就可以 將來的航空識別區 和領海識別區 它就有一個主場優勢 應該都會玩這個 即是影響路 影響路 其實它有一隻叫雪龍號 大家有沒有印象 雪龍號去過南極去過北極 那就是做科學研究 即是你講沒有人相信科學研究 一定要做一些科學研究 就騙你的 其實馬底幫解放軍 檢查全球的水紋 知道下面的水波 或者不小心偷聽到其他國家的潛艇 或者那些艦船的聲紋 聲紋是跟指紋一樣的 每隻船的螺旋長發出來 它都有一個聲紋 還有你的外型不同 沒錯 基本上海軍這個聲紋 就集得很齊 好像集油一樣 現在要找人聽 他們現在應該電子東西聽 但以前的人很厲害 他們一聽就知道 這部就是中國的094的邊部 很厲害 很厲害 那些人訓練到 所以這件事都頗教的 好了 我們又講講下一單 下一單 這個就是北韓 北韓 北韓有寫 之前我們不是說過 他的外交副部長說 什麼周周月月列列都要寫 真的說真的 剛剛7月28日 試寫火星14 這個我們叫周制彈 杜菲達 其實有一個英文的 叫ICBM 有時候大家看到ICBM就是這個意思 很搞笑地 這個東西好像說 應該超過了10K 那麼遠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差一點點 就會打中一架法國的民航機 那一架法國的民航機 由東京出發 就打算回巴黎 誰知道途中 就可能 就跟這個火星14 這樣的ICBM 就應該拆身二過 我猜 打中了會怎樣 打中即散 不用想 之後會怎樣 之後 之後法國佬 就開始要跟這個問罪興師 即是要這個打高落號 但是那個打高落號也要移過去 那就正 但是那個打高落號 去不去到這麼遠 我都不知道 雖然它也是核動力 美國佬幫手 補給那裏 所以基本上都挺搞笑 飛彈其實本身 是下了日本海的 但是下海10分鐘前 那架飛機原來剛剛飛過 即是10分鐘附近的路程 其實都挺危險的 如果反過來說 那架合文航機 真的開快一點也要死 剛剛下了 所以這個都相當危險 當然 反過來 美國五角大樓 那個發言人 即是他都會說 其實這些繁忙驅逼 你應該事先說聲 你是發飛彈 什麼都不理你 這樣就照做 好了 當然了 朝鮮半島 你北韓搞這些 那美國佬 不可以不做事 是吧 就是姿態 所以美軍動態 我們都需要留意 那美軍又怎樣呢 剛剛說了 7月28號 其實他深夜射的 有寓意的 寓意就是 你沒發覺他每一次射 他每次都日頭射 是嗎 他每次都日頭射 你沒有睡覺 是吧 大家要注意 所以這個很過癮 這個洲際導彈 所以 美國沒有辦法 你28號射 那美國就72小時之內 要做事 所以7月30號 就出動了兩架B1B 那B1B呢 有一個架子 叫槍騎兵 那大家多數都叫B1B 那是戰略轟炸機 那就是美國三大轟炸機之一 那就飛了去朝鮮半島上空 那基本上就是 其實很簡單 就不會真的炸你的 不過就示威 說一聲你聽 那我呢 如入無人之境 我來到你死定 我是放彈你死定的 那基本上呢 由哪裏開始飛 由關島開始飛 飛到哪裏 兩個小時左右就去到這個朝鮮半島 這麼快? 兩個小時都很快 應該用接近音速的速度飛過去 是啊 那它最快都可以飛到1.25下 都幾快 那就帶著很多彈藥 是真的有實彈的 真的變了相對來 當然你不知道是美軍講 你永遠都看不到 它的部署在哪裏? 那它部署在關島 所以由關島飛 即是飛到去 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又飛回頭 是啊 這算是很棒的 很浪費油 沒有的 最多有什麽問題 它未在加首納基地 在日本那裏 或者橫水鶴出架 加油機沒有問題 其實美軍都很成熟 這兩架B1B 基本上由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 起飛 基本上去到南韓那邊 首先是空軍基地 然後再飛到本島 然後它會在附近做一個編隊 飛行雜訓 所以基本上都一舉兩得 即是說兩架頭來到 對啊 其實再快一點可能都可以 再快一點都可以 沒有它的加油 有加油機 它就可以保持得快 當然火星14 剛才我們講到北韓射的那個 基本上它可以射到1000公里 即是剛才我們講到那個1K 不好意思不是10K 是1K 那麽高 跌回到日本海 那就基本上應該好過 之前射的那隻飛彈 而很多專家 我們講美國的飛彈專家 就說 這隻飛彈如果跟回彈道飛行 就應該可以射到美國 應該射到14000公里 那就真的射到美國 很大部份地方 應該東岸都爆買了 所以其實基本上南韓 就一定怕到真 但是南韓的國防部長 基本上它都只不過去 外國者飛彈 即是三型的那個基地 檢查一下 基本上沒有什麼去做 沒有 那南韓沒什麼去做 基本上它的SAT系統 還沒有正式去搞定 其實它都監測不到什麼 即是它的雷達在用的 又沒有聽它正式說 launch是怎樣用的 即是在砌 我現在見到不了了之 這件事不知道怎樣 我又為大家網友去更新一下 這件事 北韓今年好像說射了11次 11次飛彈 非常之恐怖 美國都不是第一次B1B的 之前我們說過 我們第一集就說過 第一集說 5月29日那輪 基本上美軍射完之後 5個小時馬上出 今次較長 今次72小時之內 證明了其實Trump Trump 都已經浪內料太多了 玩到有點嚴 所以就72小時之內出 北韓基本上 現在我們就看看它 接下來想怎樣玩 基本上它牽著美國來玩 反過來 這個真的很廣字 反過來說 好了 美國除了這件事之外 美國當然他們自己都要試射一個二勇軍三型的導彈 由他們加州范登堡的基地射 基本上呢 這張 基本上就是二勇兵三型洲際導彈 射過由加州范登堡空軍基地 基本上他們試射這個 可以說警告北韓 你以為你很厲害 我那隻更厲害 二勇兵三型應該射到14000左右 相當遠的 好 準不準 準一定準 GBS導航 OK 我想 我也夠膽說 它應該都是全世界最準的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說東風一點 它應該都是不差的 所以美國試射了這個ICBM之後 相對警告北韓 它除了這件事之外 基本上美軍打算出兩隻航空母艦 接下來 出兩隻航空母艦 就會參加一個演習 叫做月資自由衛視 又聯合軍演 又聯合軍演 其實美軍一年 我懷疑它 五、六、八次軍演都很正常的 真的很厲害 可能它在不同海域都會做的 應該是接下來做的 就是一個月資自由衛視 八月左右做的 因為現在北韓玩東西 所以會提前出動 原本應該不是兩隻 現在它派兩隻 嚇一嚇你 我沒有記錯 那兩隻應該是卡爾文森號 和列根號 卡爾文森號這個戰神 應該都會出現 列根號通常都在日本附近 看到這兩隻是哪隻 那我還是分不到 因為它有一個元號 但如果一高空炒下去 我看不到元號 我分不到 聽說 林肯那些是長一點的 我忘記哪隻是長一點的 所以是異應一點的 基本上 但是它們現在是哪裏 好像一隻還在澳洲 是 一隻在澳洲 好像列根號是澳洲 我沒有記錯 因為剛剛美國和澳洲 之前才有一個聯合軍演 叫護身軍都 另外卡爾文森號 就在西太平洋 San Diego 他們的美軍基地 在那邊 就不知道多久了 所以有時候都很難說 好 看完美軍的情況 就說回台灣 台灣這陣子 大家沒有發覺跟美國走得好 之前不是說 他們會停靠台灣的軍港 高雄港 可以將他們的軍艦停靠嗎 台灣的軍港 高雄港是OK的 當然台灣人很開心 講起這件事 當然大陸的網友 相對覺得台灣 現在這樣叫什麼 賣國求榮 還是叫什麼 漢奸那類的 不停地罵他們 不太好聽 當然 有這麼說 台灣他們有一個海軍陸戰隊 這個陸戰隊 基本上 剛剛他們在五月尾到六月 應該每年都有 叫漢光演習 漢光演習 基本上完結之後 完結了反登陸作戰 接著海軍陸戰隊 已經飛到美國夏威夷 進行了兩個星期的一個連級作戰的情況 因為跟美國一起訓練 所以基本上應該都學到不少美軍的戰術 他們用連級去做一個戰鬥攻擊的訓練 所以相對來說 一些互訪觀摩 叫做 除了軍事之外 應該政治含義也多 另外一個消息 就跟空軍有關 這個就跟解剖軍有關 就是蘇35 這部被譽為四代半之中最厲害的那部 蘇35就是蘇27的終極版 對 沒錯 它好像有一個名字 叫做蘇30SM 有一個名字 這部基本上 就說 大陸會給24架 但現在總共交了8架 剛剛給了4架 加上8架 還有16架 原本2018年 即是下年都給了 誰知道 不得我脫掉 要去到2019年 蘇聯也做不及了 對,我猜它自己也做不及 生產力有點問題 基本上 看看它今年 原本預約 今年年底有10架 其實24架都做不到什麼 老實說 但有機會 沒辦法拆的 對,Alex說得非常好 就是大陸打算拆了它那個引擎 我相信就是拆了引擎 用來給它自己的機容 誰知道可能蘇聯也給你一些次貨 這個我不敢說 應該大陸會驗收的 應該會問題不大的 靈活度高 還有那個雷達據說 可變噴嘴 對,可變噴嘴 是不是360度可以動 360度 左右好像不行 左右可以 也可以的 相當靈活 其實F22是因為要控制紅外 所以才不可以左右 但其實它覺得 犧牲了少許機動力 但是保持引擎更重要 你看不到更重要 我移得慢也不要緊 少許而已 其實這部東西 隱身技術比較差 所以其實有些人說 你有120要蘇35 做什麼 我覺得那個原因是 因為其實 120未成軍 它想用120 配蘇35引擎 嘩,這麼搞的 那就真不知道 變成了什麼 不是的 好像 怎麼看高達 三部高達Mk2 為什麼有三部 為什麼呢 因為一部變成Z 一部變成白色 哈哈哈哈 嘩,這個齊整 好了 應該到最後一個消息了 到最後一個消息 就說說通用原子 這間公司 通用是大股 製造了一個電磁炮 電磁炮 大家聽我們說過 那隻電磁炮 是另一間公司 叫BAE BAE這間 就不知道英國什麼什麼公司 這間公司都很厲害 是周圍收購人 這次另一個對手 通用這間公司 就出了一隻電磁炮 那這隻電磁炮的功率低一點 是 有10個MJ 我沒有記錯 BAE那個比較大 那三十幾 好像三十一 三十二 嘩,差幾倍 都差很遠 但是聽說 現在通用這個 就叫做 已經完成了造裝 完成了驗鏽 就是準一點 這東西可以 老實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很厲害,打MISO 打飛機 對,厲害 基本上他們現在 使用電磁炮 就是用來做防空 防空 還可以用來攻擊 即是我們看電影 沒看過那套叫什麼 殘方馬 不是 看那套 之前那套 經常說舊人 叫什麼 鋼嶺 那時候沒經常用火炮 掩護陸軍 那時候整個太平洋政爭都是 基本上就是做這件事 炮軍 相當恐怖 不過這次不是裝在豬武和什麼級 那是隱形戰艦 這次是裝在笨海 即是在新加坡部署那套 那套叫做笨海戰鬥艦 那套是專門打近海的 應該會裝在那裡 所以看看 其實現在整件事很貨幻 看看美軍可不可以又研究成功 大陸再去抄 好,我們這一節來到這裡 好 在這 Take largo 大陸再上阿關